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总投资金会高达2.25万亿美元 这是美国近年来少见规模庞大的政府公共预算 拜登在宣布这个计划的同时也强调 可以为美国创造很多的工作机会 希望用财政赤字进一步地刺激美国的经济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谈谈拜登的infrastructure 就是基础建设 这个图背后是一个美国的公路系统 美国其实这几年受到全球化 甚至于因为国家发展到一个水平以后 一般人相对来讲没有以前勤奋 这个图里面的照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 纽约的工人 坐在H型钢结构的这种钢梁上 吃午饭的情形 你可以看得出这种工人不具高寒 然后在那边很悠哉的吃饭休息 吃完饭以后就去工作 反映出美国劳工勤奋的一面 但是现在基本上美国要找到这么勤奋的劳工 已经不太容易了 为什么要把这个图给大家看 就是一个国家基础建设的推动 其实勤奋的劳工很重要 我们都知道美国跨两大洋 就是从大西洋到太平洋 周际的铁路 当年新建的时候就是靠滑工 因为一般白人的劳工吃不起那么重的劳力活 然后还要冒着生命危险 所以在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 美国新建铁路的时候 是非常仰赖中国的劳工 等铁路盖完以后 美国就通过了排阀法案 把这个华人给赶走了 所以其实在美国推动基础建设 有它一定的困难度 但是拜登这一次大刀破火 展现他的决心 希望透过基础建设 把美国整个国家的发展 拉到另外一个层次 我们看看他扩大基础建设里面 主要的内容 第一个就是交通运输系统 总经费大概6000亿美元 接下来的就是建筑房屋的计划 大概也有2000亿美元 还有清洁用水计划 要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 你就晓得 美国是一个基础建设水平非常高的国家 万民哥在台湾从小就听过一件事情 就是在美国喝自来水 都是水龙头打开就直接喝 就是美国的自来水又干净又甜 但是现在 很多地方都达不到这个标准 大家都知道 即使在国内现在 比如说万民哥所居住的天津 自来水打开来要直接喝 还是要有一定的勇气 但是美国人家很多年前 就做到了这个水平 但是现在有点荒废 很多地方达不到这个标准 所以要投资1000多亿美金 去改善美国人的用水 另外一点就是电力结构 大家都知道前一段时间 德州发生暴风雪 结果整个电力瘫痪 对美国德州造成很重大的损失 其实电力系统老旧 也是美国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 它不像中国这几年来 一直国家投入大量的资金 建立这个所谓超高输配电的系统 中国在这方面的能力 可以说直视界之牛耳等等等等的一系列 包括改善宽带的系统 都是拜登着力的重点 另外还有6000亿美元 要发展改善美国的公共医疗体系 尤其这次新冠疫情的冲击 暴露了美国公共医疗体系的弱点 亡羊补牢 尤为晚矣 拜登要做的事情 就是希望让美国4000多万 没有办法得到完善医疗系统照顾的人 在这一次的扩大基础建设方面 能够受到基本的保障 所谓基础建设的定义 就是国家透过预算 透过公权力 透过行政的执行力 推重基础的建设 这些建设必须满足老百姓 工作 生活 居住 所必备的这些生活条件 这个事情其实是最基本的建设 但是美国在这一方面 万民哥掌握的资料 至少现在缺了2万亿美元 就是这么多年下来 因为基础建设投资不足的结果 美国现在的基础建设 至少要花2万亿美元 才能够慢慢的去改善 这个消息出来以后 美股就应声大涨 恢复了元气 我们看这张图显示的出来 是去年底 美国最大的投行高盛所做的预估 一般大家都认为 拜登是民主党的代表 美国的进步主义 跟华尔街的关系不是那么密切 但是他的政策 尤其是扩大财政支出 对经济是有一定的帮助 所以高盛认为 2020年 S&P500是3700 但是2021年到2022年 如果这些计划 这些预算都能够确实执行的话 可以达到4600 所以拜登上台 其实对美国华尔街来讲 不见得是一件坏事 在去年 2020年选举的过程中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蓝色这条线 就是S&P500中 支持拜登的企业 他们股票指数的变化 加权的这种变化 红色的这条线 就是新能源股指数的这种行情走势 都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拜登的上台 背后还是有很强大的一股经济 跟企业实力的支持 这些企业或者这些行业 在拜登上台以后 多多少少都可以从政策中 得到一定的利多 也可以反映在美国的金融市场 这个是不足为奇的 拜登政府在宣布要执行 扩大基础建设计划的同时 也特别强调 这个计划可比1950年代 美国所推动的 洲际公路建设法案 什么叫做洲际公路建设法案 这张图显示的 就是1956年 当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 为了强化美国联邦政府 跟地方的控制 同时创造就业机会 推动了一个跨洲际的 全国性的公路网建设计划 这个建设计划最初编列的预算 是250亿美金 后来到了1972年 到这个计划结束为止 总共花了1140亿美元 换算成2009的币值 美元的购买力来讲的话 高达4500亿美元 拜登提这个事情 其实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表面上基础建设 当然可以提高国家的经济运转的这种能力 特别是交通建设 我们万民哥经常讲 祸上其流 能够贯通南北 互通东西 对运输的效率大幅提升的话 基本上除了创造就业机会 也可以提高经济运行的这种效率 但是其实背后还有一个很重大的政治意义 这个联邦 洲际公路这个计划 后来就改名 为了继承艾森豪威尔 现在全名叫做艾森豪威尔洲际公路 及国防高速公路计划 它其实又很重大的政治意义 我们看这张图 这张图的左边是1956年 艾森豪威尔签订这个计划以后 米苏里州跟卡安沙斯州联合起来 向联邦政府提出了申请新建 第一条跨州的高速公路 右边就是艾森豪威尔 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签署这个法案的照片 其实这个法案基本上就是联邦政府 筹筹一笔资金 补助地方政府 就一人出一半 然后新建这种所谓跨州的高速公路 它有两种意义 第一个就是改善 美国全国特别是跨州的这种 运输系统的这种效率 在这个法案出来之前 美国的所谓的公路都是由各州地方政府 来规划来新建来投资 但是有了这个计划以后 联邦政府参与了跨全国性的交通运输建设 它代表了一个意义 就是联邦政府通过一笔预算 可以跟地方政府结合起来 进行公共建设的投资 那在进行公共建设投资的时候 联邦政府可以把它的影响力 透过这个所谓跨州的公路计划 延伸到地方 去进行对地方事务的干预 或者介入 打个比方说 1950年代的时候 美国联邦政府一直在推动改善 这个种族平等 还有人权的各种法案 但是南方的这些地方政府 这些州政府 基本上对种族隔离政策 还是相当的这种坚持 联邦政府就可以用补助款 要求地方政府配合 你不配合的话 我就不给你补助 在这种情况之下 地方政府为了取得联邦政府的补助 那么他就会驱救联邦政府的这种干预 或者压力 所以这个计划 其实是赋予了联邦政府 宪法所没有授权的这种权力 这个对带动美国的团结 非常有帮助 拜登上台以后一直很强调 他要团结美国 你拿什么去团结 喊口号吗 没有用 现在美国经常在国际外交事务上的口号就是 我回来要重新团结我的这些传统的盟国 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但是美国的这些盟国 有了前面特朗普的例子以后 对美国未来的外交政策 是不是还能按照拜登现在所提出来的主张 进行下去会有疑虑的 大家都知道特朗普下来以后 特朗普所代表的特朗普主义 或者保守主义 在美国还是蠢蠢欲动 美国的很多门帮都很担心 你拜登万一四年干完了 下任选不上怎么办 或者你撬了以后 美国的保守主义死非忽然 美国的外交或者国际政策 会不会又回到以前的老路子 不顾盟国的利益 拜登所以一直要强调 要团结美国 团结美国就靠什么 靠基础建设 联邦政府编列预算 直接给地方政府进行绑装 你支持联邦政府 支持拜登的政策的话 我就给你补助 你不支持的话 我就不给你补助 九二九之几年下来 它当然就可以扩大它的政治影响力 达到团结美国的这种目的 所以基础建设 除了经济的意义之外 其实政治的意义更大 我们看中国近代 也有一个伟大的 所谓基础建设的规划者 什么人呢 这张图里面所显示出来 左边的就是孙中山 孙中山在1919年的时候 曾经写过一本书 叫做实业计划 右边是一个地图 是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 所进行的规划 这个地图叫做 总理实业计划地图 这个地图你可以看得出来 密密麻麻的铁路网 还有孙中山强调的 北方大港 东方大港 南方大港 基本上就是透过绵密的交通建设 重新把这个国家的人民跟资源 整合在一起 能够进行有效的动员 孙中山这个计划 最特别的 他是用英文写的 全称叫做 International Developing China 就是国际共同投资中国计划 因为当时中国非常的穷困 然后军阀割据 根本没有钱 从事基础建设 所以孙中山希望 透过国际的力量 协助中国完善基础建设 达到统一全国的目的 所以政治意义 其实有的时候 比经济意义更大 我们再看这张图 在孙中山以前 2000多年前 中国还有一个伟大的基础建设规划者 叫做秦始皇 公元前220年 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 第一件干的事情 除了修长征以外 就是修池道 我们看这个图的背景 就是现在陕西从关中 就是西安向北延伸到包头 秦汉时代叫做核套地区的一条秦直道的遗迹 这条秦直道长度高达800公里 就是2000多年前的高速公路 秦始皇上台以后 修长城是为了抵御凶奴 保障国家的国防安全 那么建时道其实就是希望加强对整个国家的控制 所以他签了几个词道 向北边叫做秦始道 向西边 河西走廊的叫做西方道 向西南的到四川的叫做秦战道 向南方的叫做武关道 向江浙地区延伸到东海的叫做滨海道 然后到齐国山东地区的叫做东方道 那么还有临近道是在河北省沿的太航山西路 沿着太航山东路所建的一条道路 这个临近道还到了北京附近 跟所谓上郡道会合通到辽东 形成了对全国的一个控制网 任何地方有动乱或者有不轨的时候 秦国的军队可以从咸阳出发 透过秦始道迅速地抵达全国 进行评判 同时也可以通过这个辞道 整合国家或者调动整个国家的资源 所以你就晓得基础建设 对一个国家影响有多大 除了交通建设以外 拜登里面特别还强调 要对制造业的这种扶持跟恢复 这方面反而不是拜登这一次基础建设的重点 因为拜登这次宣布的是第一阶段 4月底他还要宣布第二阶段 可能就会强调制造业发展 美国现在在制造业 在美国供应链中的这种短板 包括新能源汽车 包括芯片等等 像类似的这种做法 万民哥可以跟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看这个图显示出的是宋代画家 这个画家已经不知名了 他画的一个叫做杂口盘车图 基本上是描绘宋代非常兴盛的一种水模仿 这个水模仿可以用于粘米 纺织还可以进行炼钢 大家都知道炼钢要吹风 透过水利的这种建设 这个水模仿所产生的水利 可以吹动古风炉的风 来达到炼钢所需要的这种热能 宋代有个诗人叫做陈雨毅 写了一本诗叫做水车 江边中日水车民 我是平生爱死生 就是他住在江边 江边旁边他家附近有一个水车 这个水车随着水的流动 天天在那边转会发出声音 他特别喜欢这种声音 风月一时都属客 清凉的风 美丽的这种月光 其实都是一时的 都像是客人一样 不会永久的像江边的水村 伴随着我 葬离辽妇记诗情 听到这个水的声音 他心情都非常好 没有事情的时候 组着这种拐杖 来到江边 这个营营丝 这个作作文章 生活非常的惬意 那基本上是反映了宋代文人 还有一般人 当时的一种生活样貌 就是到处都有这种叫做水模仿 或者叫水车 这个水车 很多人都以为它是灌溉之用 其实不是 大家都知道 这个人类机械力的运用 最少就是来自风力跟水车 就中国来讲 水车的历史 比风车的历史 可能还更久一点 但是他们都基本上 发源于东汉 那水车的这个兴建 在王安石变法中的时候 曾经透过政府 有规模的 在全国 兴建了一千多座的水车 大大提升了宋朝手工业作坊 它的这个生产力 所以由这一点 你就可以想见了 这个地方政府 透过基础建设 对于国家资源的调度 还有经济的发展 有多大的帮助 但是拜登的基础建设 或者新机械计划 到底能不能成功 还很难讲 我们看下张这个图 所显示出来的 是不同国家的政府 遇到危机 特别是新冠疫情爆发后 它所投入的纾困经费 占GDP的比重 最高的就是美国 其他大家可以看出来 日本 墨西哥等等 跟美国都不能比 但是不是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也很难讲 这个是美国的研究机构 把历届 重要有推动 大规模财政刺激方案的政府 跟它的政府 上任之初 所面临的失业问题 还有上任之后 一年以后 失业问题的改善 比如说改善最明显的 就是罗斯福推动的新政 1932年 他上任的时候 美国的失业率高达25% 但是一年以后就降到了 大概17%到18% 拜登这个计划提出来 现在他所面临的失业率 大概是7.5% 一年以后可以达到什么效果 大家不知道 但特朗普的时候 他上来的失业率大概是6% 一年以后降到了5% 欧巴马的表现 可能就比较差了 碰到金融海啸 问题比较麻烦 等等 你都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总统第一年施政 这个分数要怎么打 其实就是看他 对于失业率的改善 的成绩来做决定的 所以这个扩大公共建设计划 对于拜登第一任 当总统来讲的话 其实具有指标性的意义 当然负担也非常大 我们看下一张图 这张图是美国的全数机构 所做的调查 调查什么呢 就是拜登跟特朗普上台以后 他们所造成的 美国国家债务的负担 占GDP的比重 蓝色的是拜登 上台的情况 红色的是特朗普上台的情况 特朗普在任的时候 扩大举战 对美国的财政 造成很大的影响 拜登上台以后 扩大财政刺激政策 对美国财政负担的增加 其实影响更大 我们来看这张图 这个是美国从2020年以后 几个重要的政策支出 对美国财政的负担 2020年红色的是特朗普 为了因应疫情发生以后 临时追加的预算 美国的赤字 占GDP的比重 已经来到了14% 拜登上台 2012年 那就是第一个呢 是特朗普时代所留下来的索困方案 另外浅绿色就是拜登通过的索困方案 那2022年开始 这个黄色的部分就是扩大公共建设 所增加的财政负担 占GDP的比重 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 未来几年 扩大公共建设 对美国财政负担 的确形成了一个严峻的挑战 这个灰色的是没有执行额外这些所谓财政刺激方案 它原来财政预算占GDP的比重 加了这个以后 其实这个负担还是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看这张图 拜登推动的基础建设 其实还是面临很大的反对生 特别是要加税 这个加税有两个方案 如果是对一般有钱人加税的话 有57%的人反对 但是如果对企业加税的话 有47%的人反对 所以拜登的扩大基础建设 选择了对企业加税 从现在的税率21%提高到27% 把这个阻力降到最低 但是到底能不能顺利推动 还有很多的变数 万民哥今天跟大家分析到这里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